我们都知道三井兽在国中时期是神奈川县的MVP 可惜的是升入高中之后 因为伤病隐退了两年时间 如果三井兽没有这两年的堕落 它会达到什么样的水平 相比又会是什么样的球队呢 本期SD假想系列 我们就来假想一下 假如三井兽没有荒废那两年 先来回顾一下国中时期的三井兽 从仅有的片段来看 国中时期的三井具备出色的抢断能力 持球进攻能力以及优秀的投射能力 而一直被诟病的体能问题 在三井和长谷川的队位里可以看到 长谷川已经累得气喘吁吁的情况下 三井兽甚至连汗都没怎么出 可见三井在国中时期的体力根本毫无问题 甚至很可能是个体力怪 从他能够获得全线MVP的荣誉来看 那时的三井就是一个攻防俱佳 自带体系的王牌球员无疑 那么当三井进入高中之后 没有伤病的情况下 是否还能延续国中的辉煌 甚至超越阿姆和藤真 再次夺得神奈川MVP呢 在此之前 我们还要再弄清一个问题 国中时期的木森一和藤真 到底是不是神奈川人 按照鞋垫老板的说法 阿姆和藤真在高一时 就展现了极强的统治力 老板甚至称其为神奈川双臂 这么优秀的两人 为什么国中时期没有得到MVP 其实最有可能的原因 是他们国中时期很可能不是神奈川的 以田刚教练独辣的眼光 在高一招人的时候 不可能会放过县内这么强力的两个球员 而且以阿姆在爱之线如此受欢迎 以及和朱星大这么熟络的关系来看 阿姆在国中时期 极有可能是爱之线的 还有 连国中还是菜鸟的鱼柱 一看到三井比赛 就能立马想起来这位MVP 如果阿姆和童真是县内和三井同时期的球员 不可能对三井完全没有印象 再加上本身海南和祥阳都是县内有名的私立学校 在国内挖掘强者本就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所以并不能说国中时期的三井完胜阿姆和童真 因为他们可能压根就没交手过 好了 再回到正题 三井高一的时候正常参赛 其能力是否能比肩当时的神奈川双臂呢 因为高一的湘北 基本就是赤木和三井双合带队 所以三井大概率会充当控球后卫 和阿姆童真进行直接的较量 我们把三人的身体数据先拉在一起比较 这里因为只有三井有高一的数据 其他两人都是高三时的数据 所以我们还是统一用高三的数据来比较 就身高来说三井和阿姆差不多 比童真会高出几公分 那么三井面对童真时是有身高优势的 从设定来看 木生一代表着力量 童真则代表灵动 健康的三井兽则建于两者之间 力量没有阿姆强 速度没有童真快 但综合能力却并不比他们弱 尤其是三分球的能力 应该是三人当中最出众的 没有体能困扰的三井 即使全场和他们死磕 也没有任何问题 如果是一对一的情况 完全可以形成三足鼎逆之势 可惜那时的湘北其他球员太弱 很难和整体阵容更强的海南祥阳抗衡 所以湘北还是无法踏入全国大赛 那经过两年之后 健康三井和现在的三井会有哪些不同呢 最大的区别当然还是体能问题 三井将会和国中时期一样 成为湘北的体力怪之一 而不是体能漏洞 那么山王想要通过一支舱 消耗三井的战术根本行不通 三井也会获得更多持球的机会 现在因为体能以及球权的问题 三井不可能过多持球 体能问题解决后 三井的进攻方式将会更加多元化 就算只打无球 三井不停地奔跑 也让防守一方球队十分难受 同时三井的球技也会更加精湛 通过两年理不懈的训练 三井的投射稳定性将会不输于阿神 甚至比阿神更强 以及阿神是高中才转型投射的 基础比三井可差远了 攻防转换下快攻的能力 会比现在更加出色 现在湘北的快攻 更多的时候都是攻城和刘川峰参与 三井如果也加入快攻 会让其他球队更加难以应付 技术全面提升之后 三井也会更加难防 像池上长谷川这类角色球员 几乎无法再防守三井 至少会需要球队的王牌来应付 那么湘北其他球员就会有更多发挥空间 经过多年的实战 三井的防守能力也会比现在更强 现在的三井就已经能单防 令其他球队棘手的福田了 如果再加上两年的时间 不敢说肯定能单防阿牧 但至少湘北肯定不用采取四定音战术了 不过即便如此 没有空白期的三井也并不是无敌的 首先三井的天赋一般 无论是身体条件还是爆发力等等 都无法和刘川峰、鹰幕之流相比 那就意味着三井的上限摆在那里 基本上和NBA的汤神类似 要达到乔丹科比这类球员的高度 几乎不大可能 其次因为没有经历过挫折 那么性格上很可能会有些自负 这点从他和赤木的训练里就能看出来 给自己带来不好的影响的同时 也可能影响赤木对篮球的热情 另外三井之所以现在能够开挂 主要原因还是对这两年荒废的愧疚、自责 没有经历过这些的三井 要想开启三分外挂 估计就没这么容易了 当然如果安西教练能够激发三井的潜能 开挂也并非完全不可能 只要不想打林兰的时候 安西不在场就行了 最后因为湘北在头两年 大概率需要三井来持球进攻 那么有可能会加大三井受伤的风险 本身三井就有点玻璃人的感觉 说不定还没挨到高三 就积劳成疾也不一定 综合来看 没有空白期的三井顶替阿神进入神代川一阵 肯定是妥妥的了 但其实现在的三井也有自己的闪光点 就像安西说的 三井早已经超越以前的自己了 也许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我是猫叔 喜欢记得点赞哦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